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赴美 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强调南海航行自由 期待建立非日美非澳美三方合作 欢迎日本印度和美澳组成四方安全对话 日向安田近日将出访南韩 全面恢复穿梭外交 并积极促成拜登月中赴日参加G7峰会 与日韩三方会谈 中朝对韩美华盛顿宣言反弹之下 南韩仍积极筹划重启韩日中峰会 五一国际劳动节各地示威游行 其中法国八十万人上街 为史上最大规模劳动节抗争 示威群众还与警方爆发冲突 四处纵火泄愤 有时尚奥斯卡支撑的 美国Matt Geller慈善晚宴 意后回归 今年主轴致敬时尚老佛爷 卡尔拉格斐 小丑杰瑞德雷托 化身老佛爷的爱猫丘比特 最为吸睛 美国总统拜登次子 杭特拜登又传出新官司 被控告击欠四岁私生女抚养费 杭特律师辩驳表示 已支付七十五万美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开始 我们先带你来关注 就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从星期天也就四月三十号 开始访问美国四天 而五月一号更是首度踏入白宫 跟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了 隔了八个月的第二次会面 双方也再次强调的是 彼此之间的同盟关系 拜登并重申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范围包含南海 那么在当前 中方海警船多次在南海 挑衅菲律宾船只的情况之下 警告意味是相当的明显 而此外两个人会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更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强调这是全球安全繁荣 不可或缺的要素 而且也坚定的维护南海航行自由 正在美国开展四天访问的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一号邪夫人来到白宫 美国总统拜登与第一夫人集额 热情欢迎首次到访白宫的小马可氏夫妇 拜登并与小马可氏展开季去年九月 在纽约之后的第二次会谈 据了解这也是相隔十年 再次有菲律宾总统踏足华府 美非两国早在1951年就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拜登在会谈一开始更是把两国的防务合作 作为首要任务 除了重申对飞国的防御承诺之外 还要向菲律宾送出四艘巡逻艇 和三架C130运输机 借以强化飞国军队的海上与战术运输能力 而这积极的动作其来有自 上个月23号中国大型海警船在南沙群岛 恶意挑衅菲律宾海巡艇 中方船只不但持续尾随飞国舰艇 更刻意驶入飞方航道B船 导致两船相距仅四十五公尺差点撞上 飞国舰艇紧急改道才避过一截 事后连新加坡外长都看不过眼 表达对事件严重关切 再加上早前曾发生中方海警船 以军用雷射光照射飞国船只 以及大陆民用船只莫名拦阻飞国船只等 类似挑衅反复出现 拜登这回不但送上巡逻艇与运输机 协助飞国军队现代化 还表明飞国军队公路船或飞机 若在南海内的太平洋海域遇袭 美方将启动防御承诺 共同采取应对行动 要应付的对象是谁已经不言可遇 在台海议题上美飞则透过联合声明 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美方官员还表示当前有近20万菲律宾人在台湾工作与生活 非方坦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已经成为菲律宾的国家利益 声明还特别提及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 否定北京当局所声称的九段线 重申对南海航行与飞行自由的坚定承诺 北京当局自然不乐见美国与菲律宾越走越近 不论是菲律宾多开放四个军事基地让美军进驻 或者两国上个月展开的时尚最大规模肩并肩演习 都让中方感觉盲刺在背 因此除了透过解放军高层公开喊话之外 更积极在南海增建的岛礁上 营造出狭下领土的生活感 开设火锅店就是其中一种方法 火锅店开业然后就跟朋友迫不及待的来了 然后菜品也很多很新鲜 然后让我一个四川人在祖国最南端 吃到的家乡的味道 这间叫做宽窄巷子的火锅店 上个月26号在西沙永新岛开业 但服务对象主要只有岛上约2000军民人口 除了在南海透过软硬两手策略积极扩张 北京当局更加速发展全球情报搜集能力 美国CNN取得的卫星罩证实 在新疆库尔勒沙漠的解放军军事基地内 停放一架约30公尺长的飞艇 现场还有跑道与巨大飞艇击棚 这个在去年11月拍到的解放军飞艇 证实北京当局充分利用各种空中侦察装置 来搜集情报 这也坐实了今年1月现身美国上空的间谍气球 恐怕不只有中方所声称的民用那么简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总统尹席月上周赴美进行国事访问 受到美国最高规格的款待 除了会晤美国总统拜登之外 还受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他更用一首美国派轰动白宫 似乎也透露选边站的意味 而尹拜会之后发表华盛顿宣言 内容不仅针对了北韩加强延伸威慈 还涉及了台海问题 挑动中朝的敏感神经 中国大陆今年解除了实施了7年的限韩令 尹席月政府密切的筹划 重启韩日中峰会 但是华盛顿宣言也为此增添了不确定性 那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这个周末即将造访南韩 恢复所谓的穿梭外交 韩美日三方同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南韩学者就分析也指出 可能会刺激中国大陆打出经济牌 拉拢日韩 南韩总统尹席月 2号早上亲自主持国务会议 报告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的成果 7天午夜美国行 不仅让70周年韩美同盟更加巩固 另一大斩获还有华盛顿宣言 引拜会后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 南韩获得美方提高延伸危险力道 以应对日渐升温的北韩核武威胁 包含新社和资商小组 扩大战略武器部署 重新确认了美国核保护伞的保障 北韩对此不再保持沉默 北韩官媒痛批美国总统拜登耍流氓 更狠骂南韩总统引其越士傀儡叛徒 金正恩包媚金宇正称华盛顿宣言 根本是逼北韩部署更多核武 将东北亚局势推向危险边缘的产物 华盛顿宣言也涉及台海问题 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况的企图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靖松 在韩美峰会结束之后 随即约见南韩驻中国公使江湘旭 表达强烈不满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联合声明再次重申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尽管没有名言却明显剑指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今年开始松绑献韩令 位于北京的韩国文化馆 特设韩国电影专用影厅 开幕式门票开卖30秒就被抢共一空 票很难抢 只有我抢到了 我朋友没抢到 可能韩国电影的社会题材比较多 但是现在我觉得也题材更扩展了 现韩令实施七年里 只有一部南韩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 这次北京韩国文化馆一口气播映15部南韩影视作品 有望一节粉丝的可 日韩关系重修就好 南韩政府如今也积极筹划 要重启韩日中元首会谈 只是华盛顿宣言触动中朝敏感神经 也为此增添不确定性 日韩官方二号傍晚已经同步证实消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确定将在五月七号到八号率团回访南韩 两国将时隔十二年恢复穿梭外交 这也将会是日本首相时隔五年三个月造访南韩 除了针对北韩问题进行交流 争取落实三月东京会谈的后续措施 观测也指出 有望为五月中旬日本广岛居西峰会预热 届时或再促成 韩美日三方会谈 南韩学者认为 韩美日强化三方同盟或许会让外交角力板块出现变化 五月份的东北亚情势动见观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选连任之后 他的小儿子杭特拜登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星期一他为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的官司出庭 而他以财务出状况为由 要求缩减女儿的抚养费 不过杭特拜登不愿交出财务资料 而被法官训斥 那么2019年有一名脱衣五娘控告 杭特拜登不抚养女儿 而杭特拜登原本否认是孩子的父亲 不过经过DNA的检测 证实了亲子关系之后 他才支付每个月两万美金的抚养费 而杭特拜登目前正在接受司法部跟国会的双重调查 解说官官可能近日就会起诉他 而罪名包括了逃税 还有做不实的陈述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 他的小儿子杭特拜登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周一杭特拜登前往阿肯色州的法院 为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官司出庭 他以财务出状况为由 要求缩减每月抚养费 不过孩子的母亲指控杭特拜登 隐瞒了真实的财务状况 法官要求杭特拜登在六月开庭审理前 交出投资、艺术品买卖和金流动向的资料 法官还当庭训斥杭特拜登的律师 别以为交出税务资料就可以了事 休想让法院来做抽丝剥茧的工作 2019年32岁的脱衣五娘罗伯特 控告杭特拜登不扶养女儿 杭特拜登一开始否认他是孩子的父亲 但经过DNA检测后 证实两人的亲子关系 他才开始支付每月2万美金的抚养费 约合台币60万 目前已经支付了75万美元 不过杭特拜登至今没有和4岁的女儿见过面 今年53岁的杭特拜登是一名律师、说客和画家 他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 爆出利用父亲的影响力 为自己招揽生意 拜登当选后 共和党就组成调查委员会 追查拜登家族涉嫌的非法商业行为 杭特拜登目前面临司法部和国会的双重调查 杭特拜登的律师上个星期和司法部官员会面 研判检察官很可能在近期起诉他 罪名包括不诚实申报、逃税和虚假陈述 近日共和党又怀疑拜登家人和中国能源企业有往来 希望能找出拜登已受证据 调查报告显示拜登家人包括次子杭特拜登 弟弟詹姆士拜登和大儿子郭拜登的遗孀 在2017年收到位于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 共100万美金的汇款 不过调查报告并未发现不发 恒特拜登也透过律师表示 中国能源企业汇入的资金 是他与家族成员合伙做生意的所得 并没有涉入不发 他近期也对共和党的指控做出反击 对泄密笔电内容的维修人员提告 指控他把私人讯息寄给川普的阵营 民主党也出面回击共和党 所有针对拜登家族涉嫌不法的调查 目前都未发现与拜登有关联 恒特拜登是否被定罪 将是拜登竞选连任的重要变数 不过相较于可能的对手 前总统川普 拜登在司法方面的麻烦 可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继续带你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433天了 现在双方都针对了乌军反攻进入备战状态 而俄军对乌克兰展开新一轮的密集飞弹攻击 乌克兰最高将领则说 在巴赫姆特摧毁莫斯科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那么美国最新情报则指出 俄军从12月以来 伤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0万人 俄罗斯佣兵瓦格纳也向俄国的国防部要求 要增加弹药的攻击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则透露 梵蒂冈正在进行俄乌和平任务 但是细节还不能公开 异光弹的红点火光 周一清晨点亮基辅上空 乌克兰首都从凌晨3点45分 就响起空袭警报 启动防空系统击退俄罗斯飞弹 过去几天俄罗斯加强飞弹攻势 乌军总司令表示 俄军发射18枚飞弹 其中15枚遭摧毁 瞄准首都的飞弹都遭到拦截 不过在乌冬的巴辅洛格勒 则造成二死四十伤 各界谈论已久的乌军大反攻 有迹象显示即将展开 双方攻击都开始升级 俄军传救防御位置 乌克兰国防部长则说 大规模推进的准备 已抵达终点线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尽管还没收到西方战机 基辅也将展开反攻 其实乌克兰在俄军占领区和俄罗斯境内 已悄悄启动前哨战 29号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 塞凡堡的燃料库 在无人机攻击下起火燃烧 1号俄国西部与乌克兰接壤的 布扬斯克州 则传出货物列车出轨意外 在不明爆炸装置爆炸后 火车头起火 七节车厢脱轨 车上聚报 载着石油产品和木材 周二当地州长在社群上载指 无军炮击布扬斯克州的村庄 不过乌克兰几乎从未公开承认 在俄罗斯境内或控制区的袭击 无战中最血腥的巴赫姆特战役 现在几乎已是一向一弄的豪口战 画面中一名乌兵奔回战壕寻找掩护 之后炮击接踵而至 乌兵骑机式皆存活 他们与厄兵近在咫尺 甚至可以看到厄兵靠过来丢直手榴弹 没中 乌兵接着展开枪战 双方对峙超过十分钟 而乌东的巴赫姆特已经打了十个月 白宫国安官员表示 根据美国最新解密情报 自去年十二月 厄军伤亡估计高达十万人 包括两万多人阵亡 近半都是瓦格纳佣兵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卫议主席秘利 去年十一月曾说战争前八个月 俄军伤亡超过十万人 最新评估显示 最近几个月 俄军损失急剧上升 面对乌军顽强抵抗 俄军包围巴赫姆特已成为消耗战 俄罗斯拥兵瓦格纳集团首脑一号 也再向俄国国防部喊话 增加弹药供应 一天至少需要三百吨炮弹 但他只收到三分之一 乌克兰战争进入第十五个月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透露 教宗正投入终结俄乌冲突的 秘密和平任务 他也准备帮助被带到 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返国 教宗周末刚结束访问匈牙利 与匈牙利总理和当地俄罗斯 东正教代表谈了乌克兰情势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教宗不断表达愿意调停 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 请先问综合报道 因为一号是国际劳动节 全球各国都有示威抗议 而法国则是爆发了 史上最大的武艺抗争 多达八十万人走上街头 稍后回来 记名店老板竟然爱吃这些小吃 肉给的超多 完全不会煮给台南的 小鸡肉饭再点一个控肉 好好吃喔 艺人跟那个牛奶完美地融在一起 好好吃喔 不好吃就要跟朵拉椒 先签啦 签得再说外 他人气名店老板竟然爱吃这些小吃 肉给的超多 好多喔 完全不会煮给台南的 小鸡肉饭再点一个控肉 好好吃喔 艺人跟那个牛奶完美地融在一起 好好吃喔 不好吃就要跟朵拉椒 先签啦 签得再说外 一 二 三 椰乳 越为越香 你太快了吧你 对不起 你果然很了解我 好 好 瑞琪 瑞琪姐啦 对 对 瑞琪姐 红色跟蓝色 好 很厉害 因为赞助是我弹的 对 我 你 你没有吧 我 我 你还好 我没有 对啊 那修举的是谁 我们 一家人都还算 OK你 都没什么NG 因为一心想要收工 对 就会拍的 高音很高 对 就是 好 那 导演NG 对 导演 导演 好 一 二 三 特斯拉 我送 这一幕我没有参与到 妈妈不知道 妈妈不知道 一 二 三 双鱼 天蝎吧 你是说戏里面吗 真实 真实的 星座 你不是双鱼 我是双鱼啊 你天蝎 我也双鱼啊 对喔 你们俩在同星座 好 我喝 三杯 好 欠 玻妞 STAR 我女人家想 骑脚踏车 脸摔伤 我没有其他选择 你有其他选择 我也 非常莫属 因为 我们私底下 很聊得来 然后又 有很多共同的兴趣 对 刚刚朵拉选 想要跟你演吐气 真的吗 她说你会拒绝 你会拒绝吗 我不会 因为朵拉跟素华是好朋友 请问凌莎可以吗 凌莎可以 凌莎可以吗 很歪 让我把我的人生变成杨明慧 你觉得你现在很自由吗 你把人玩到社区 你什么意思 今天就算没有王佩子 我一样会有你 爸 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回家 范友诚 你把我说清楚 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 到什么时候了 你眼里只有她 拍什么拍啦 公路营就很忙耶 我是向杰如 在剧中我得到超多的爱 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要 每周六晚上10点TVBS 40热频道 亲爱坏蛋 我到底要什么呢 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 美国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的慈善晚宴 Matt Gala 那么有时候呢 可以说是一事实藏界的奥斯卡之称 那么在1号的这一天 登场星光异议 今年的着装主题呢 是致敬老佛爷卡尔拉格斐 现场无论是超模 或者是好莱坞明星 都使出浑身解数 甚至有人把老佛爷生前的爱猫 直接变成玩偶装穿上身 由于活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 场外聚集了民众抗议 希望外界聚焦贫不均的社会问题 华丽旋转宽大斗篷 搭配飘逸长裙 巴西超模吉塞尔邦臣 身为老佛爷卡尔拉格斐的 常年谬思之一 他穿着香奈尔2007年 春夏时装秀的新娘造型 向老佛爷致敬 有黑珍珠缝好的超模 纳欧米坎贝尔 身穿2010年 香奈尔春夏高级定制系列的 粉丝礼服 完全看不出来 以及52岁 女星克里斯丁史多华 潇洒上阵 曾让老佛爷看见香奈尔的叛逆感 两人从2013年开始合作后 成了望年之交 由时尚界奥斯卡支撑的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慈善晚宴 Met Gala 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登场 现场星光熠熠 美国RNB天后 雷哈娜化身人形山茶花 丈夫苏可达硬汉 则穿着老佛爷 钟爱的苏格兰裙 走上阶梯 雷哈娜脱下山茶花斗篷 秀出二胎运渡 全场立刻爆出尖叫 妮可击败一身粉色亮片羽毛礼服 与他2004年拍摄香奈尔香水广告时 所穿的类似款 致敬方式 活得满堂彩 才刚在奥斯卡上 大方溢彩的观济威 复刻老佛爷的经典穿搭方式 进降以后杨子琼 以一身迪奥的黑白宽袖长裙 穿出女王气势 他非常多人的影响 尤其是一个艺术师 他一直都很严重 也有人把致敬创意 动到了老佛爷的爱猫身上 一直穿着白色猫咪玩偶装的人 满场跑 原来是美国男星杰瑞德雷托化身 老佛爷爱猫小可爱 对着麦克风喵喵叫 美国饶舌歌手纳斯小子 变身浮夸版猫咪 歌手蜜桃猫朵夹 巧扮猫女 脸部的妆容也是微妙微笑 这只脸上45至1分钟 只脸上 然后衣服了20分钟 15分钟 星光大道上话题不断 去年宣布淡出网谈的美国女将 小威莲斯红毯上修出运渡 公开自己即将成为二宝妈的好消息 先前因为大麻烟油在俄罗斯被捕 透过换球回到美国的女蓝 明星球员格琳娜 也和妻子一同登上星光大道 而今年的联合主席也是身份多元 包括女星潘尼洛普克鲁兹 黑豹中的轻微队女演员麦可纳科尔 歌手杜瓦尼波 以及去年才退休的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 不过本届新汪大道上来了不速之客 一只蟑螂突然出现在走到中央 也让摄影师忍不住猛暗快门 有77年历史的Met Gala 数要的都是金字塔顶端的社交名流 包括英国戴安娜王妃 好莱坞女星朱莉亚罗伯兹 都存是座上宾 一张门票约3万美金 约合台币92万 募款晚宴收入用来维持展馆当年度的运作 2023年的着装主题 以致敬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为概念 走进展间映入眼帘的是老佛爷生前的素描 黑白双色是他最爱的搭配方式 65年职业生涯的200件作品 看得让人目不暇挤 曾邦香奈尔 Fendi等品牌担任创意总监 卡尔拉格斐的作品有时极简 也有浪漫的一面 像是这件手绘的花卉长裙 灵感来自鸟笼 对细节要求谨慎的他 不少设计作品上都能看见他的手绘功力 展场上还印制他生前的名言 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出现在博物馆展出 不过在这场时尚社会外围 出现不少民众聚集抗议 故意外界重视社会上的贫困和财富差距 是多么的不平等 2023年的Met Gala 在话题中画下句点 不过这场盛会重庆的老佛爷时尚 热度仍持续延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个兴起 美国经济的难题连环报 首先是国债 美国财长最新警告 假如国会再不通过提高债务上限 最快6月1号就会违约 这比许多预测的时间都还要短 另外一个是联准会的利率会议即将登场 无论是连续第10度升息 或者就此打住 都将定调接下来这一年的走向 而至于两个月内第三家倒下的银行 也是美国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案的 第一共和银行 在被监管当局接管之后 由摩根大通集团宣布买下 各个分行也重新开张 恢复营业 破产被接管的第一共和银行 全美八个州共八十四间分行 周一重新开门一夜 因为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 出手买下 即上周这间加州地区性银行爆出 在第一季外流一千多亿美元的存款后 遭联邦监管机构强制介入 包括接管价值近两千三百亿美元的资产 并在上周末开放买家竞标 隔天摩根大通支付一百零六亿美元 给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已承接第一共和大部分的存款和资产 救援行动告一段落 小某股价上涨百分之二 某根大通执行长更在当天一早的电话会议上 信心喊话 试图给投资人吃下电信丸 因为这是继华盛顿互惠 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倒下后 美国史上第二大的银行倒闭案 同时还是三月银行业危机爆发以来 第三家出事的银行 白宫则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地区性银行的现金流量很稳定 美国财券部也稍稍松一口气 但专家担忧 美国银行体系的长期隐忧 美国银行业又起波澜 还有大摩摩根士丹利宣布第二季再裁员三千人 再加上一连串好坏参半的经济数据 都冲击到近期受亮眼财报提振的美国股市 周一三大指数全面小跌 这也让市场纷纷将目光投向美国联准会 在这星期的利率会议上 会做出怎么样的决策 一些分析师预测 联准会可能会祭出连续第十度升息 将利率调高一码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联准会可能会暂缓 为过热经济降温的步伐 无论鲍尔做出什么决策 都将定调接下来一整年的走向 并且跟打算在今年买车或买房的消费者息息相关 以购屋来说 美国政府最近还祭出一项新政策 让信用分数较低的人更容易买房 而分数高的人必须缴更多房贷 另一颗卫报蛋是美国财长叶伦 周一发出声明 警告国库现金即将耗尽 假如再不提高债务上限 最快六月一号就会违约 美国总统拜登紧急致电国会两院四大领袖 号召他们五月九号一起在白宫开会 包括正在耶路撒冷进行外交访问的众院议长迈卡锡 根据白宫官员 见时拜登会重申 必须在不删减任何支出的条件下 提高债务上限 至于迈卡锡的公和党版债线法案 上周才刚在周音乐通过 同样呼吁提高债线 但是要删减支出 从银行倒闭案到债线僵局 牵动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 一触即发 TVB新闻总统报道 而说到五月一号是国际劳动节 全球各国都有示威抗议 在捍卫劳工权益争取薪资福利 就来看法国还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 示威者不满政府强推年金改革 到处放火泄愤跟警方暴力对质 至于古巴今年则是没有心思过节 因为缺油的经济困境 往年盛大的庆祝活动则是被迫取消 大批镇报警察走在路上 法国五月一号又见暴力冲突 民众放火烧车焚回脚踏车 包括巴黎 里昂和南特 大批民众持续抗议马克宏的年金改革 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 全国共有78.2万人上街 而法国总工会则估计有230万人 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节抗争 还有约300人被逮捕 德国也有上万人走上街头 不过相较法国示威大致和平 都国民众选在国际劳动节 这天游行示威 但在土耳其最大城伊斯坦堡 当局只批准特定地区的集会 民众试图进入一个广场时 被警方阻止 超过35人被拘捕 土耳其的年通膨率逼近44% 让这个月14日即将举行的大选 执政党的支持率蒙上一成阴影 而来到南美洲 民众也呐喊薪水追不上物价 包括智利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劳工的诉求都紧扣提高最低薪资 和改善劳动条件 亚洲南韩首尔则有大批民众手持标语 要求总统隐形月下台 反对政府提出劳动改革 提高每周公式上限 公会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10万人出席 是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节活动 并且宣布一旦政府不回应 计划在7月发起大罢工 回吴国旗高喊口号 印尼劳工也上街争取权益 主诉求是反对国会三月通过的创造就业综合法 印尼当局修法的目的在于吸引外国投资 但反对民众认为实质上只让企业获利 却牺牲劳劳工权益 在菲律宾马尼拉 民众则出现在总统府附近 要求政府改善劳工福利 并且将日薪调高到570笔锁 约合台币317元 反观古巴一年一度的劳工庆祝大游行 今年却因为缺油被迫取消 古巴缺油危机蔓延 让全国经济活动几乎停摆 农夫没办法启动拖拉机 也没有足够的柴油清云垃圾 大量民众在加油站前排队 不去上班 甚至还出现囤油再转卖的情况 不过古巴当局却必谈 这场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仅表示近日从委内瑞拉 进口的石油运输受阻 各地活动紧扣本地议题 但美国编具工会和好莱坞制片 直到5月1号仍没有达成协议谈判破局 广大的观众群都会受到影响 又以深夜脱口秀节目首当其冲 好莱坞的影视产业在周二发起大罢工 而这也代表今年下半年以后上映的电视剧和电影 也会严重延期 TVB新闻综合报道 AI人工智慧的争议越来越多了 最近就连有AI教父之称的杰弗瑞辛顿 都从Google辞职 理由是为了更自由地谈论AI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最新研究指出 AI崛起之下 未来五年内将会有1400万个职位消失 不过受到了先前疫情 在家工作以及OpenAI趋势的影响 底层员工也见招拆招 忙着雇主用AI帮自己身兼夺职 AI造福人类还是带来威胁 世界经济论坛指出 未来五年恐怕会有1400万个工作 从职场消失 当中最容易被取代的包含秘书 行政类工作或是银行出纳员 相反的小员工也懂见招拆招 开始掀起透过AI帮自己身兼夺职 未来相关的现象恐怕在各行各业上演 美国警戒也开始透过AI软体快速分析 大量警用秘录器影像为的就是避免滥杀悲剧成业 运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输入关键字 揪出行为不妥的警察 但未来是否冲击个人隐私权也是问题 面对AI崛起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执行长坦言担心 假讯息更猖獗 呼吁得尽快开发出符合道德观的人工智慧系统 只是上礼拜有AI教父支撑的杰弗瑞辛顿 也宣布辞去Google的工作 表示离开是为了可以自由谈论AI风险 路透报导 IBM执行长克里希纳坦言 未来几年将有7800个职位由AI取代 公司预计将暂停招募新鞋 今天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贩卖机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而其中固定班底之一就是罐装咖啡啦 而罐装咖啡是由日本饮料商发明 多年来深受上班族的喜爱 不过物战争引发全球性物价的飙升 罐装咖啡也撑不住成本的压力 日本饮料商统一宣布 5月1号开始调账罐装咖啡的价格 最多达到25日元 也是25年来全体业界的全面涨价 一照不来杯咖啡 整个人觉得不对劲吗 西方社会有着喝咖啡的习惯 而在亚洲 日本对于咖啡也有独家发明 日本饮料商UCC上岛咖啡 在1969年全球首创罐装咖啡 使用特殊材质的铁罐 成功把咖啡装进罐子里 隔年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 厂边出现了这样的享受场景 自此罐装咖啡在日本掀起饮用风暴 配合随处可见的贩卖机 作为主要销售 让罐装咖啡席卷各大小商社 更成为上班族的提升盛品 忙里偷闲的好理由 只不过这样的日常凉拌 终究抵不过成本压力 饮料业者派出专员 巡回在大街小巷 替贩卖机改价钱 原本130日元的咖啡 转眼变成140 利用者さんが価格に敏感ですから 10元の値上げでも 反対される方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ただコストアップですから 我々もどうしてもですね や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事情がありますので そこはなんとかということで お客様にはお願いして回ってます 而武战争造成武甲飞涨 影響遍及各層面 5月1号日本所有飲料商宣布 罐装咖啡全面涨价 金额从10到25日元不等 是25年来 头一次所有厂家统一调价 観光品ほとんど自動販売機で 売られてるわけですね 自動販売機は最大の収益源ですから 消費者をつなぎ止めるために 一番重要な観光品の価格は できるだけ上げたくなかった あまりのコスト上昇に耐えられなくなって 今日からの影響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高いなと思います 多分買いますけど 私たちのカラオケでウサを晴らした 私たちのカラオケでウサを晴らした 雖然这幾波日用品 漲价潮中 罐装咖啡 已经算是撐到最後 但不景气時代 就算是貴食元 也觉得心痛 而专家也因此警告 这次的调价 飲料商将会是一场严苛的试炼 观众咖啡過去 可说是撐起日本经济版鞭天 二零零八年的市场规模 将近八千亿日元 驚人的收益 让飲料商当时重金礼品 罕见的请到海外大咖 唐米李崇斯代言 推出外星人旅居地球系列广告 大碗好莱坞巨星 但随着景气变化 罐装咖啡从一百日元 铜板价一路涨到一百四 加上购买管道多样化 如今不再独霸一方 日本民间调查公司 统计二零二年零售商的 罐装咖啡销售额 合计推估一千多亿日元 五年萎缩约四成 其实饮料商早就受到危机 纷纷推出新商品 例如碳酸咖啡 做出口感区别性 或是增加咖啡豆量 满足重口味人士 但也有业者在一片掌声中 反其道而行 经见内部成本开销 坚守旧有价格 希望在大涨价时代 以CP值杀出一条血路 TB新闻中的报道 美国伊利诺州出现 沙尘暴飞沙遮蔽的视线 导致当地公路上 有数十辆汽车追撞 至少六人死亡 还有三十多人受伤送医 我们看到公路上空的沙尘笼罩 一整排车牌在公路上 再远一点只见一片灰蒙蒙 什么都看不见 经警察前来处理事故 还得把口笔整个遮住 避免吸入沙尘 这是在美国伊利诺州出现的 沙尘暴遮蔽视线 导致当地公路上 有好几十辆车发生追撞 已经知道造成了至少六人丧命 还有超过三十人送医治疗 有远景说 恐怕有超过八十辆汽车 都牵涉在追撞事故当中 事故现场延伸超过三公里长 导致这条EI55号的 周际公路双向关闭 我们都希望成为 别人心中百分百的亲爱 但越是这样想 就越容易在不经意间 变成坏蛋 被发现 被知道了 你觉得这样很好吗 我是隋唐 每周六晚间十点 亲爱坏蛋在TVBS视频道 跟我一起用爱 完善一切 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 国人膝关节退化的盛行率 约百分之十五 三百五十万人 饱受关节疼痛之苦 五十八岁以上长者 每五人之中 就有一人有关节退化问题 七十岁以上老人 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柔患退化性关节炎 其中女性患者 较多于男性 退化性关节是一种不可逆的 关节软骨渐进性破坏的疾病 治疗方式除了注射玻尿酸 口服抗发炎药之外 还有非药物治疗 包括减重物理治疗以及运动 但临床上遇到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吃什么可以改善突然性关节炎 很多人觉得突然性关节要吃钙片 其实这关节是错的 钙质是骨头的成分 骨质疏松需要补充钙质 但关节炎是关节面的软骨破坏了 补充钙质并没有效果 尾骨粒也就是葡萄糖胺 也有人说是鲨鱼软骨粉 是目前很流行的药物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把它当作健康食品 动物实验认为它可以抑制关节炎的恶化 减少膝关节的疼痛 但临床疗效还没有完全确定 以它受欢迎的程度 现在市面上有仿药、伪药 使用者要小心 最好还是有医师处方 也有人说骨骼和关节软骨里面 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吃胶原蛋白可以改善突压性关节炎 这个机制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口服胶原蛋白 几乎无法被人体直接吸收 另外坊间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服用Omega-3可以预防突压性关节炎 其实许多天然食物像鲑鱼、青鱼、鮪鱼等 或植物类的花椰菜、黄豆、豆腐 其核桃类也含有Omega-3 是更好的营养来源 光露营就很忙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修杰台 有钱和有自由 如果只能选一个 你会怎么抉择呢 每周六晚上十点 TVBS42频道 亲爱坏蛋 下注吧 为最爱的人不惜代价 全心付出 你觉得 我是亲爱还是坏蛋 我是6月 4月29号起 每周六晚上十点 TVBS亲爱坏蛋 告诉你答案 我们下注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高壓出海 台灣附近的風場轉為偏東風 台灣地區的水氣也比較偏乾 各地並沒有下雨的情況 未來的天氣來講的話 請大家留意的 就是禮拜三 一直到禮拜五段時間 台灣地區風場會有東風 再轉為東南風 甚至偏南風的天氣形態 溫度又會更高了 所以請大家特別要留意的就是 在禮拜五之前的話 台灣地區各地的氣溫 隨著風向轉為南風 南南空氣 各地的溫度 都在30度以上的情況 在禮拜五之前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南台灣內陸地方高溫 都有機會來到36度以上的情況 天氣變化目前來看 在禮拜六這一天 這一天封面接近了 但特別要請大家留意的 就是禮拜天這一天來看的話 封面將會通過東北季風增強 氣溫就會明顯下降 北端地區的高溫 會從未來這幾天的31 32度 下降到21到22度左右 至於降雨的部分來看的話 禮拜五之前水氣是比較偏少的 各地都屬於多雲道群 只有東部以及山區 零性的降雨的情況 禮拜六封面接近 禮拜天封面通過東北風影響 各地下的機會都增高了 尤其有的地方雨勢會比較明顯一點 區域也比較擴大這種情況 未來幾個地方 請大家留意的是 禮拜五之前天氣不錯 注意防曬多補充水分 禮拜天之後封面過境 下的機會增加了 請大家注意 出門攜帶雨季備用 以上是今天 人生勝利主 你該說幸福嗎 還是不幸 我是乖乖排林輝銘 親愛壞蛋 4月29號晚上10點 就在TVBS42台播出 有事也不怪 想要遠離繁忙都市生活 那就跟我們一起到戶外露營吧 快來訂閱 光露營就很忙的YouTube頻道 和我們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在戲裡面 我每一天都會努力的 銷毀到投手球上面 但沒有想到這條路超級漫長 我是何浩晨 4月29號起 每週六晚上10點 TVBS42台 親愛壞蛋 請大家為我加油 幹嘛 開胎 如果錄影就很忙了 我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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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啊 酒吧牛排漢堡 早都報表了啦 然後他就吃水 好軟喔 最不怕牛肉波就在這裡 就是生吃都可以啦 好啦 我好 請鎖定食尚玩家兩天一夜夠 好吃好玩 全部說過喔 跟著導航走祝各位有個 美好的早餐體驗 真的假的 我覺得他們運氣是蠻好的 請問會有餐體 我們去練習 很傻 跟心如一煮吃早餐就會 比較行 有一種 身無可戀的感覺 我真的不想吃完又烤雞 咖啡廳 我們家吃了 等一下我們 搜一搜 搜一搜 我們根本沒有在這邊吃飯 我家裡有家裡 每週一晚間八點 TVBS42頻道 瓜肉儀就很忙了 我們在看一部戲 都習慣把裡面的角色 分為好人跟壞人 但這部戲 絕對讓你分不出來 我是張寧 每週六晚上10點 TVBS42頻道 敬請鎖定 親愛壞蛋 六位髮型師 我們店裡面享受 享受 來聽完吧 打盪手 幾點了還沒來啊 幾點啊 爸爸 你好 我沒辦法想像他 來當我們的小房子 朋友的角色裡面 就是一個小王子 本節目由家家生衣 親日鮮冠名播出 那這營有什麼享受 這營是雞腿 雞腿 你真的是為了雞腿 我太想贏了你知道嗎 我太想吃那個烤雞了 週日晚間八點 光露營就很忙了 本節目由馬力蓮 碩身衣冠名播出 歡迎光臨 先介紹囉 我的影片嗎 我真的每天看念華姐節目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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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由家家生衣 親日鮮冠名播出 你覺得你每天都戴著面具 過生活嗎 我是劉瑞琪 每週六的晚上十點鐘 請拿下你的面具 打開電視 觀看TVBS42的親愛壞蛋 我是一個職棒球員的妻子 所以除了全力支持她 其他我什麼都不懂 我是謝宇芝 每週六晚上十點 在TVBS42台 親愛壞蛋 大家一起應援我的老公 上大聯盟吧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聞 我是秦琳謙 我們再會 謝謝 謝謝